嗨 歡迎來到Flo with Katie 凱迪瑜伽 我們今天呢 要一起來練站姿前彎 那我們今天會需要準備一顆球 然後如果你沒有那個就是 按摩球的話 你也可以拿家裡的網球來取代 然後另外我們還會需要準備一塊磚 然後可能會是比較重的會更適合一點 所以可能你可以帶軟木磚 然後或是如果你家裡沒有瑜伽磚的話 我們也可以拿水瓶 然後去取代這個磚 好 然後我們就是像站姿前彎的動作啊 嗯 很多人以為它只是柔軟度的鍛鍊 但其實就是它會需要用到你蠻多核心的力量 然後去加伸你的動作 那它主要是拉伸你的臀部後側 然後大腿後側 然後就是 它就是整個就是 讓你的後面的肌肉就是拉長的一個效果 然後也可以減緩你的腰酸背痛 那就讓我們今天一起來試試看我們的站姿前彎吧 那有任何問題都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就開始 然後首先我們就先拿起我們的球 然後我們可以讓一隻手先浮在牆壁上 然後我們把球擺在地板上 好 然後我們先從我們的腳底板開始 然後腳底板按摩以後就會放鬆我們大腿後側跟小腿的肌肉 然後可以幫助我們前彎就是更容易進入 好 然後像有很多人他其實知道彩球的方式 很多人知道可以彩球 但是他並不知道說彩球的方式是什麼 他可能會覺得就是放在上面前後這樣滾一滾 但其實前後滾一滾的效果並不明顯 就是如果你只是沒有出力這樣的前後滾一滾的話 其實你不會感受到明顯的差別 然後所以我們的方式會是很用力的踩下去 好 然後你可以讓你的腳跟落地 然後讓你的腳的前側往下壓 好 然後我們大概數五個呼吸 然後保持你的膝蓋彎 好 就是不要讓你的膝蓋是鎖死的狀態 我們是有一點微彎 然後出力讓你的腳底板踩下去 好 我們停留三 好 最後兩個呼吸 好 最後一個呼吸 好 放鬆 好 那我們可以稍微移動一下 往後一點點 然後一樣往下踩 是出力的狀態往下踩 好 停留最後三個呼吸 好 放鬆 好 如果你有覺得需要的話 你可以再往前一點點 然後去讓你的腳底板的每一個地方 都有被你的球按摩到 好 放鬆 好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做一邊腳 所以當你做完了這個練習之後 你應該會很明顯感受到 喔 我們現在做了的這隻左腳 他的後腿筋跟小腿筋變得比較鬆 然後我們現在還沒有執行的這邊的右腳 那可能還是感覺有點先緊緊的 好 然後我們接著換右腳 好 那你的腳跟著地 然後往下踩 但應該看得出來是一個實力的狀態 他是要出一點力氣往下踩的 好 最後三個呼吸 二 好 最後一個呼吸 好 放鬆 好 我們再往前滾一點點 然後往下踩 就是你可以盡可能感覺你的球會有點扁掉的狀態 還是實力的一個狀況 讓你的球是有點往下扁扁的這樣子 好 才會確實按摩到你需要的位置 OK 好 放鬆 好 那我們就把球擺到一旁 好 然後接著呢 就是要稍微講一下 就是關於核心如何處理 那我們可以讓我們的 就是腿跟我們的骨盆同寬 球一直滾來滾去 那我就把它擺旁邊好了 好 這邊好了 這邊都不會滾 OK 好 然後就是 好 我們踩完球之後啊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我們的肚子 就是我們肚子啊 很多人的 沒有辦法前彎的很順利 是因為它有點像這樣子 然後肚子是突出來的狀態 然後所以你就是在這個姿勢裡面 你其實前彎本來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你就會變成是這樣的姿勢在往前彎 然後當然就是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如果你把你的肚子往內收 往內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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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讓你的背 你有感覺到你的肚子 好像吸到你的背的地方的時候 你其實前彎的動作裡面就會容易很多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在進入這個姿勢的時候 你也要一直感覺 你的肚子往內收 往內收 往內收 然後幫助你加深你的前彎的動作 好 然後我們現在先一起把我們的骨盆 就是站著跟我們的 就是腳跟骨盆同寬 然後我們先拿起一個磚 然後我們先試試看 好 手往上舉 好 保持那個肚子收的感覺 然後膝蓋圍彎 肚子收 肚子收 屁股往後推 好 讓你的手一直在你的耳朵旁邊 好 往下 好 往下到這裡的時候 你應該會感覺到你的大腿後側 然後或者是小腿這邊有點酸酸緊緊的 好 我自己的感受是大腿後側這邊比較緊 好 然後這樣每個人可能會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主要就是後側的地方 好 然後我們再慢慢的待起來 好 然後我們再試一次 好 肚子收 屁股往後推 肚子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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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往下 好 再一次 好 肚子收 好 然後屁股往後推 好 慢慢待起來放鬆 好 然後我們接著放鬆一下我們的上半身 其實上半身不會需要出非常大的力氣 所以你的肩膀跟你的手臂 其實是非常輕鬆的 好 我們一樣站在我們跟骨盆同款的位置 然後讓你的小腿臂互扣 好 蹲 屁股往後推 好 放鬆你的上半身 好 左右晃一晃 好 讓你的身體是自然的垂落下來的感覺 好 最後兩個呼吸 好 最後一個呼吸 好 把氣吐光 再慢慢的站起來 好 然後我們接著就要進入我們的練習囉 我們先讓我們的手指頭 可以的話抓到我們的大腳趾頭 好 然後如果你抓不到的人啊 你可以先試著扶在你的小腿上 然後一樣保持你的膝蓋微彎 然後讓你的屁股感覺往上推 往上推 往上推 讓你的肚子來找到你的大腿 那如果你需要彎很多膝蓋的話 我們就蹲更低 然後讓你的肚子可以找到你的大腿 然後讓你的手扶在你的小腿上 然後或者是可以的話 讓你的食指跟中指和大拇指勾住你的大腳趾頭 好 深吸氣 好 在這邊我們就要肚子收囉 然後吐氣的時候肚子收肚子收肚子黏著大腿 好 慢慢把你的屁股往上提 往上提 往上提 好 再讓你的頭埋到你的小腿中間 肚子收 然後手往兩邊打開 然後進入你的動作 好 在這邊很多人會把頭很用力的埋進去 然後折到你的脖子的感覺 但其實你的脖子只要感覺拉長延伸 然後持續把保持你的肚子收緊 然後讓它在一個舒服的弧度裡面就可以了 好 最後兩個呼吸 好 重心感覺往前一點點來到你的前腳掌 好 重心 好 深吸 把氣吐光 好 再插腰 慢慢站起來 好 然後大家可以發現說 如果你的肚子不收的話 其實你 往前你沒有辦法往前那麼多 好 然後起來的時候會覺得 其實滿身大汗才是正常的 這是一個非常累的姿勢 好 然後就是 好 接下來我們做第二個練習 是把你的手 踩在腳底板下 那當然如果踩不到的話 我們就還是依照剛剛的狀況 你可以放在你的小腿 然後或是浮到你的腳踝後側 然後去加深自己的動作 對 然後那我們現在如果可以的人 我們試著把我們的手 踩在腳底板下 好 然後一樣 深吸氣的時候背挺 讓你的肚子來找大腿 好 在這邊開始 就要把肚子收緊囉 收 好 尤其是下腹的地方 好 每一次吐氣的時候 你都感覺屁股往上推 往上推 手往兩邊打開 屁股再往上推 然後慢慢重心往前一點點 放鬆 把肌吐光 好 再慢慢站起來 好 那在前彎體式裡面 還有一個 比較常被大家問到的問題 是關於頭會暈 然後像 這個的解法我覺得是 大部分人的狀況是視線的關係 就是他的視線可能會很快的上下 就是你可能很快的低頭 然後很快的抬頭 很快的抬頭 很快的抬頭 然後所以像我們在練習這個時候 在站起來之前 我們都會有一個把氣吐光的步驟 就是在你要準備起來的時候 你不會就是突然間的起來 你會在那邊準備好氣吐光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可以順著你的地板 慢慢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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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往上再看到你的前側 就是他讓你的視線是 在有準備的狀態下 不是很快的上下 這樣你就不會那麼容易透暈 那就希望今天的分享 大家都有幫助喔 那有任何問題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